放尿治疗的话有皮肤变黑的问题 或者是皮肤可能有损伤 那我们看就是一般按烧伤状态下的一个处理就可以 我们有药物 有药水 还可以口服药物 或者是静脉给消炎药等等来控制 如果这个已经愈合的话 那么在洗澡的时候 这个部位呢 尽量的少去用大力去搓 普通的可以 另外就是不要用刺激性的强的沐浴液去洗 一般都是可以 常规的咱们基本上是不影响 咱们普通的沐浴液并不影响它 这是皮肤的护理 那么对于口腔里的黏膜炎 还有食道的炎症呢 我们都是在放疗期间有急性的 有很多药物 我们会对症去处理 那么放疗以后呢 口腔里面还将来有牙龈 反复的牙龈炎 和反复的口腔炎呢 也是对症处理就可以了 就要求的病人在饮食上呢 可能你避免酸辣 也不能抽烟 不能喝酒 这些是我们有要求的 当然对于胸部的肿瘤呢 你照射以后呢 那存在一个就是当然不能抽烟了 另外呢 就是要经常锻炼身体 那么还要居住的环境呢 要空气要清新的地方 这个是对它比较好的 那么腹部的话呢 那么就是照射以后呢 存在一个也要轻微的锻炼身体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饮食上要注意 这些是我们日常的 要特别操心的地方 其他的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护理的 当然了 作为一个肿瘤患者 也不论你结果什么治疗 那么你的后期的锻炼 是必须的 而这个锻炼呢 还要时刻儿子 要根据病人的身体情况 不能剧烈 也不能过清 这是需要注意的 化疗的话呢 就主要就是消化道 反应比较多见 另外就是骨髓的医治 那么对消化道的反应呢 那就是说你以后的 注意饮食上呢 还是要清淡 易消化 这类的饮食来多 当然还要营养丰富 那么如果化疗以后 半年以上 可能你足点的你的饮食呢 可以调整回你的正常 当然还得避免 过于辛辣的 过于酸性的 或过于刺激的食物 或者是饮料 这些都是要避免的 那么脊髓的造血 或者造血系统影响的话 其实呢 化疗以后呢 病人足点是可以恢复的 所以这方面呢 不用太过于操心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